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当地时间4月2号晚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疫情通报会上 抨击了医用口罩生产商3M公司 指责该公司只将N95口罩出售给净价高的外国 而不供应给美国 特朗普表示将动用国防生产法案迫使3M公司就范 并扬言3M公司将付出巨大代价 特朗普在通报会上公开了 以法律手段迫使3M公司为美国生产N95口罩的计划 会后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 称我们今天狠狠收拾了3M公司 该公司将要付出巨大代价 特朗普在通报会上还表示 已经指令美国卫生和公共健康服务部 为通用电器等6家公司生产呼吸机 提供便利的原材料供应 据悉国防生产法案于上世纪50年代获得通过 给予总统权利要求美国私营企业 为国家安全生产产品